台中新農化工廠兼青城传出了爆炸 现场火苗是冲向天际 并有刺鼻的化学气味 警销火爆是立即前往救援 目前最新情形 两名失联的员工已经被救出 但其中阳性男子送医后不治 另外一名黄性男子伤势较轻 而附近网友募集了这场大火 并拍下了影片 爆炸当时火光跟浓浓黑烟是直中天际 网友说听到连续束声的爆炸 后来就是一连串消防车的紧疲声 而新農化工回应表示 目前火势已经控制住 将权力来善后 出股损失是2000万元 由于厂房都有投保 对营运不会有重大影响